哈喽老师爷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的小光子 又是在北欧瑞典爸爸代巴里天 来看我们都干了什么 今天我准备给孩子们烙个饼 这个饼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它是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 经常给我烙的一种特别特别好吃的 家常鸡蛋葱花饼 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里面加入了鸡蛋、盐、胡椒、味精、葱花 用水搅拌成糊状就可以了 咱们起锅烧油 油千万不要放太多 一点点就够 中火倒入一勺面糊 把这个面糊在锅里摊平 两面煎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其实几分钟的事 做起来特别简单 当然了你也可以加入一些 火腿、蘑菇、胡萝卜絮等等 总之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爱吃 香喷喷、少油补腻 好吃看得见 这大家干嘛呢 在太阳呢 外边可晒了 我跟你说你们可想不到 我跟你说 就咱们这个皮肤 我保证你坚持不了五分钟 我真的你不信你过来试试 就这紫外线强度一点疯都没有 你看脸红的 我给你拿个贵心吧 要不然太热了 因为大爷一点都不好 为什么 他不当我 他就是个不好的 你跟他说他不对这样说话 那你不请了吃饼吗 不请 有一个小船说翻就翻 你还想吃什么 这爸爸没劲了 爸爸脚不行了 这是正常的 这就冲写状态下 正常的就这样 躺平了 放高了 还好一些 那不是这么肿胀 我一般早上起来基本不吃 主要就是把你俩活饱 喂饱了就行了 趁着还这么吃饭 我这赶快把洗好的衣服收拾一下 现在天天基本就这点事 做饭洗衣服 照顾孩子 做做视频 有时候有时间会开会直播 跟大家聊聊家常理短啥的 让大家更直观的 看到我们生活中真正的一面 而且对于我来说 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解压 毕竟在北欧人间稀少的地方 寂寞和孤独才是你真正的敌人 有研究表明了 在这边得医抑症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我觉得自己离风也不远了 今天这天气绝了我跟你说 你们看看 哇 一点风都没有 看看吧 这红干鸡精是帮大忙的 要不然这玩意大件是没地儿量啊 是吧 很便民 我看看怎么了 我摔倒了 我摔倒了 没事儿 走我给你处理一下 你怎么摔倒的 我抱的时候 抱的时候摔倒了 没事儿 让他坚强 他冲下去就没事儿了 给大家看看你的伤口 别哭我哭啊 我马上给你处理好吗 疼吗 不疼 我还能害你啊 真搞逗 行吗 嗯嗯 不就完事儿了 至于这么哭吗 我天哪 表意思 哈哈 门还是太正常了 我小时候可比他逃多了啊 身上伤口多了去了 没有比里比里 比里 啊 我的好螺子 那好螺子 好螺子 嗯哼 真好 嘿嘿嘿嘿 月娜 好吃吗月娜 哎 坐这儿月娜 在这边 小心啊 可以脱这衣服吗 脱衣服 这个想脱衣服 你可以脱呀 你好意思吗 那我呢 你不行 男孩子可以女孩子不可以 我还有大姐刚刚就弄了 那你脱脱了吧 脱了吧 脱了 你帮我 我帮你哼 我帮你哼 粉丝团的朋友们你们好 看到这个视频呢 国内是早上 孩子们刚刚睡下 明天早上 六月半就要起床了 我呢 在做新的视频 稍晚大家一会就会看到 现在的时间是 瑞典时间的 8月5号 22点20 北京时间的应该是 凌晨4点20 六全市场 一会儿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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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